有来医生,有健康,想未来 小孩自闭症有什么表现? 李依华,陈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小孩如果有自闭症的话 你会发现他会有明显的言语发育障碍 在进行言语交流的时候非常困难 人际交往也会非常困难 主要是与人交往的时候 他不会有情感的表达和目光的对视 在参与游戏的时候或者某一个物体玩的时候 他会缺乏游戏想象力和物体想象力 做事非常的刻板,呆板 不能够正常地进行有效的交流 如果发现孩子的自闭症的话 一定要及早发现 及早发现的话 要定期进行生产发育一个体检 很多孩子在一岁左右两岁左右就能够被发现 这样是最好的 及早训练的话得到相应的更好的效果 如果发现的相对比较晚 训练的过程就会比较的艰难 有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自闭症的训练都会有效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行为训练的十几二十遍 甚至上千遍都不可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这时候我们也不能放弃 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 我们要对他充满爱情和耐心 让他也能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和 也能感受我父母的爱和社会的关怀 目前对这种自闭症六岁以前 国家是有补贴的 如果尽早发现还能得到国家政策上的帮助 如果发现的交往 我们建议是用特殊的学校教育 专家提示 儿童自闭症表现为明显的言语发育障碍 如进行言语交流 或人际交往将困难 与人交往时无情感表达 与目光对视 部分化儿海表现为 参与游戏时缺乏游戏想象力 与物体想象力 做事刻板 呆板 无正常有效交流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